太厲害了 加油 再高一點 加油 很厲害 十四歲的小朋友 接下來呢 這個比賽的選手呢 從十幾歲的有到六十幾歲的選手 阿伯 你幾歲 我有叫你大哥 六十五歲 你看起來不像耶 你也來參加比賽喔 你每一年都有來嗎 沒有 今年第一年 第一年喔 你會怕嗎 跳傘部對下來 你跳傘部對下來喔 所以你待會兒要晃到最高點 你打算要跳下來喔 沒有辦法 好 阿伯 那你自己預期你這次要晃到多高 幾公尺 順其自然就好了 盡力而為啦好不好 我希望你能夠到五公尺 好不好 五公尺 來 給阿伯加油一下 六十五歲的阿伯 阿伯加油 阿伯加油 六十五歲 上面這位是六十五歲的選手 據說他曾經年輕的時候 擔任是閃兵 希望能夠突破四公尺到五公尺 有沒有 而且據說在這個 我們秋千節呢 這樣的一個竹台呢 竹子啊 搭起來的一個秋千呢 從農曆一月一號就搭好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隨時可以來這邊練習 我想這個阿伯呢 應該是胸有成竹 有沒有 很帥 阿伯加油 阿伯加油 哇 不得了啦 這個擁有兩百多年歷史的 嘉義市高空盪鞦韆比賽 一開始呢 是為了感念眾神的庇佑 現在呢 已經成了全民總動員的民俗慶年 不分老少都可以分組競賽 大家的目標都放在十公尺的高度 這不僅是秀出超高的鞦韆技術 也顯示出對神明的敬意 而高台上公正的裁判群 也是手拿望遠鏡 準確地判決出每位選手的比賽成績 你的紀錄保實在多高 13點多吧 13點多 這個台有多高 超過了啦 超過這個台 超過11了啦 這是11公尺 你已經晃過超過11公尺 就是本身 那你覺得技巧是什麼呢 拉得比較好 拉得比較好 往後拉比較好 往後拉比較好 是不是 所以那待會兒 我就要看你這次的表現了 看能不能夠纏連今年的冠軍 好不好 因為還有我在 有我在 你可能有點擔心了 不會 因為我小時候冠軍 不囉嗦 我可以360度 在我做夢的時候 沒有 我做夢的時候 我360度是做夢的時候 好不好 我待會兒也希望能夠像你一樣 11公尺 OK 好 大哥上 上 朋友想要把你先上 因為你是來必須說 你要先上 我肚子沒有很痛啊 我幹嘛要先上 上就上我怕你嗎 加油 加油 嘉義人就熱情了 對不對 衣服也快一點 兩不起來 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豁出去了 好不好 我們豁原甲豁出去了 穿好搭會規定的安全衣 小馬我就要挑戰著高空任務了 我想認誰第一次面臨這樣 超高的盪鞦韆 心裡都是七上八下吧 不過背著台灣低等的稱號 不好好展現一下我的實力 怎麼可以呢 拚了啦 你剛剛說有幾公尺 13 你13公尺是不是 對 我就3公尺 我就3公尺 3上去就10公尺了啦 3.5公尺啦 5公尺給你啦 對 現在已經手機好好 我上次了 所以大家掌聲鼓勵鼓勵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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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低等 好 不要怕 不要怕 我的天啊 說腳不抖是騙人的 但在眾多鄉親朋友的加油聲下 小馬我可是使出全力來應戰 腰力 腳力 背力 通通都用上了 什麼時候該站 什麼時候該蹲 這都要拿捏得恰到好處 慢慢的抓到訣竅囉 目標10米 我來了 Oh My Go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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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1 1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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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7 我的腳晃動是要讓畫面有張力 好不好 我剛剛估計 以我的眼睛看到 我已經看到那個廟的上面了 應該有八點多公尺 對不對 有沒有八公尺 有沒有 有 八公尺折一半 就是我們的收視率好不好 答案給你 讚啦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都沒聲 是的 面對這全部 用竹子打起來的巨大球千 小馬我是又愛又怕 愛的是他前所未有的刺激感 怕的是克服不了巨高的膽量 所盡小馬不負眾望 硬著頭皮盪完了這一輪 贏得了眾人的歡呼與掌聲 但藏在心裡的OS 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你講 要差一點點 剛剛他們推上去的時候 有感覺到小時候 六年級的畫面出來 我小時候六年級有一次 放盪球圈 放到太高 同學在後面一推 結果推一個太高之後 整個人就飛出去了 還好前面是沙灘 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頭就受髒了 但是這個很安全 因為什麼呢 它有個安全屬 那只要你上去的時候 你稍微放輕鬆 抓那個感覺 我剛剛是太緊張 所以我手抓得超大力 你看有沒有 輕筋都爆出來 我這樣抓得很大力 其實不需要 放輕鬆的 不會危險 然後腳抓好 腳那個櫻爪弓 抓好 然後隨著那個擺動的一個 重力加速度呢 你把你的身體呢 彎一下 我相信 只要讓我來個幾年 剛剛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我 只要讓我來個幾年 好不好 我保證有辦法 突破我今天的紀錄 好 我們不然這樣 兩個人一起上吧 他以為我要跟他嗆一下 我們兩個一起上 兩個啊 好雙人 OK 我的媽媽咪啊 怎麼當完個人秀 這個拿過十一屆冠軍的高手 又來跟我嗆一下 沒想到這個球籤還有雙人賽 我感覺我的身上纖數 直線飆高 心跳次數也快破表了 緊張害怕都不足以形容 小猛我現在的心情 不過大家的鼓勵身衝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親愛的少爺 請你保佑我的安全過關了 大哥 大哥我愛你 我愛你大哥 我比你老婆還愛你 你不要讓我掉下去 好 大哥我愛你 不小心 不小心 你先來 再下 大哥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幹嘛呢 大哥跑 你不要這樣 好 不要跑 大哥 你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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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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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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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INE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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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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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懂嗎 很刺激 怎麼可能 你們要不要來 大家,你們的家人很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沒有啦 沒有啦 喉嚨沒聲音了 因為太緊張 我整個喉嚨驚軟 然後呢 看到大哥 我覺得呢 放上去的高度不可怕 最可怕的大哥就想說 上 蹲 大哥一邊對我的講 我就很害怕 我覺得好可怕 你只想這樣 我剛剛是被妳的臉嚇到 對 開開 開 我又被嚇死 而且 手超沒力的 我剛剛手真的沒有力道不行 我就 抓了好緊 但是呢 這個呢 除了是一個勇氣的挑戰 對不對 技巧 技巧 勇氣 再來呢 還要這個 難量 最主要要互相信任 我要相信他 他可以放得很高 我要配合他 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績 好不好 太棒了 嘉義這個 秋千節 讓我嘗試到了 明年再來 這盪秋間有多刺激 小馬我都喊到失聲了 只有親身體驗 才知道他的快感跟樂趣 這樣的一個民俗活動 已經從單純的感念上天 逐漸昇華成為凝聚居民的焦點 每位選手都卯足全力 展現自己辛苦磨練的超高技術 在鄉親熱情的鼓勵聲中 飛向天井 達到自我目標 我想終界有一天 嘉義的秋千節 一定能夠成為世界的焦點 世界之大無奇不由 夫爾摩薩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乎想像的 台灣的命